大家好,我回來了,我是DQ的魏惟,現在要幫大家介紹最無聊,最白癡,最積極,但是卻一定要下載的iPhone遊戲程式第十名到第一名 第十名是Candle Flame,這是一個虛應的蠟燭,然後你可以這樣子,看可以滴蠟油,然後你也可以把這個蠟燭吹洗 第九名是Panasonic的刮鬍刀,首先就選擇一張你的照片,然後把它放大,然後畫上鬍子 最後用刮鬍刀幫你刮一下 如果不滿意的話,還有別種造型 如果很滿意的話,你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我的第八名最無聊,但是卻一定要的程式是Crazy Mouse,這是要花錢的程式 大家好,我是D.J.Thomas 第七名是Party Whistle 第六名是紓壓包裝紙 這是包裝紙,可以紓壓,無聊的時候可以壓包裝紙 接下來要介紹前五名最無聊最白癡,但是卻一定要下載的iPhone應用程式 我不得不說第五名到第一名都是非常無聊,非常經典,非常白爛的遊戲 我們來看第五名就是 光劍 喜歡星際大戰的朋友,現在有福了 可以有iPhone以後就可以 有光劍 那我的第四名是iBeer 你喜歡喝啤酒嗎? 就按這個按鍵 可以喝啤酒了 啤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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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第三名是大家都覺得很髒的程式是 寂心春豆 哦 第二名是我每次秀給別人看 每個人都說我很白癡的應用程式 是龜派氣功 其實都很簡單 你就是按一下 然後就有氣功 然後你就準備發射你的氣功 HORUKE 各位觀眾 大家看到剛才那個白爛的 龜派氣功以後 你會覺得有什麼應用程式 會比這個龜派氣功更白癡呢 就是 小便的程式 這個程式就是一個小便的程式 然後你就 要喝點水 然後 把它放在你的褲子底下 然後就開始小便 哇 有看到蒼蠅就要把它 嬌死 哇 亂小便小的到說是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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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上就是我覺得最無聊最白癡 但是卻一定要下載的 iPhone遊戲程式 我是DJ Thomas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